素和月饼 赛和香烟 努力和职业顾问搞好关系 但这也未必管用 以这家楼盘为例 9月30号下午 开发商领取到了销售许可证 傍晚5点 开发商突然通知 没收所有销售人员的手机 并且不许随意走动 准备晚上开盘 然后这个时间呢 我们手上就是有客户的电话名单 但是手机不在身上 我们采取了一个先到先得的一个开盘方式 还是做到公平这样的一个 还是做到所有客户绝对公平 所以呢 当时我们也是把所有的销售员的手机全部都收掉 因为避免到时候有的销售员先通知 因为也不好控制 也没办法 开盘前半个小时 客户们才接到消息 开盘地点还不在售楼处 一些来得晚的异项客户 最后只能无房可买 让买房人更不甘心的是 等下一批房源 价格又要再涨了 我就全钱太贵嘛 就感觉到下半年以后 比上半年要 我当时看好像就是一万左右的还蛮多的 现在感觉都看不到一万左右的了 我看了看去平均下来好像基本上都在一万五这样的样子 那边 可能我看那个区域的缘故吧 是想后悔去那边买 对 特别后悔 特别后悔 据南京网上房地产统计 截止到7号下午4点半 国庆七天小长假 南京市商品住房日均认购271套 日均成交101套 成交量比去年同期上涨38% 认购量上涨28% 江苏城市频道为您报道